最近沈腾主演的电影《西红柿首富》正在热度 由于该电影的大火 我们可爱的国族不满了 说沈腾某些情节还杀摄影 我国族那种成员要求沈腾道歉 毕竟电影的编剧和老演都不是沈腾本人 他只是负责出演 这次算是无辜卑博了 而且喜剧片本就有些夸张 最终传达的还是励志主题 这也不是第一次要求道歉 主持人黄熙在今年世界杯比赛中调谈过 就遭到了无休止的暴风 恶不得已的黄熙不得不删除微博稀释宁人 比赛能力不见长 脾气倒是越来越大 如此剥裂心到底何时才能够成熟有担当 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国族 也许我们没有看到你们背后多么辛苦努力 但是往往很多人看的是结果 而不是过程 想赌嘴就努力 当全场喊中国的时候 全都举着中国国旗的时候 那才叫本事 脾气不要大于本事 虽然你们很努力坚持训练也很辛苦 但也要证明自己国家争口气 那他就会做派对 这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